我很怕打開沒有 沒有就沒有 可是你現在感覺好像全場 很希望我收5% 全台灣的都希望 那一樣數到3就請揭曉了 好 一 二 三 請揭曉 一百 飢餓三帥衰協志 往人服務許孟哲 每次都在節目上 忍受餓肚子之苦 這次在飢餓遊戲 三週年記者會上 終於可以吃飽飽再上工 你很餓 對 在記者會上吃得滿嘴油光的他們 其實在節目中 可是真的一點點東西都不能吃 非常的嚴格 嚴格到之前我試著 在中間休息的時候想要偷吃 然後我看到旁邊一塊剛烤好的 熱的那種烤魷魚 我覺得好好吃 我就把它拿起來 放到我嘴巴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 遠遠看到一個 敲手刀跑過來的製作人 就衝到我面前 我心裡想說 我都放在嘴巴裡面還能幹嘛 他就這樣子把我的嘴巴揪著 然後手進來 然後摳出來 然後在摳的同時還喊說 攝影機快來拍 我覺得我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 因為吃到嘴巴 他就一摳把它摳出來這樣子 我就說有必要這樣 然後之後我只要偷吃的時候 有那個念頭 看一下製作人製作人就這樣 然後我就算了 有些來賓會說 我想去旁邊 比如說學校會要借個廁所 然後就去哪裡借 有可能是跟店家 或跟便利商店 但他們只要一往那邊 走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有一台小DV一直跟著他們 因為很怕他們走到那裡 去偷買什麼東西 放在口袋或幹嘛 很多來賓來都說 你們真的不吃喔 第一關 第二關 然後他發現所有的其他來賓 都真的沒有動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我們 比如說那一關錄完一咖了 來...大家吃一下 完全沒有 然後比如說像乃哥誰來 你們真的不吃喔 你們是白癡嗎 幹嘛要這樣子弄自己 結果但是他講 他比如說他這樣子唸的 碎碎摸摸一下 他還是會跟著節目的規則 其實我是真的覺得 二是一回事 但是不是有時候 可以改變一下 就是也讓我們吃一下 是不是會比較好 對 成為關主 然後讓來賓喝 對 這樣我們會對不起來賓 對 對 這樣好像會有點不好意思 但我倒覺得這個想法不錯 我們到各個地方去錄影的時候 看到那店家他們都是錄完 只要一喊咖 店家說拿去吃啦 就看我們很可憐 沒有東西吃 都拿整盤整份的給我們吃 可是到最後 哇 我們都不能吃 然後都要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不能吃 他說為什麼 然後我們都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每一個人都 其實每一個攤位 看到我們這樣很餓 都一直主動送東西 我現在去吃東西 常常不用錢 對 他們都說 你們好可憐 都沒有東西吃 我看你餓肚子 來 我請你 我都不好意思 然後默默心裡面 其實滿謝謝雞兒遊戲 對 我們一家老小 都靠他們這樣子 到處去騙吃 都不用錢 太好了 這麼用心的在節目呈現上 相信未來雞兒遊戲 一定會帶給觀眾 更多更有趣的內容啦 完全樂 周夢杰 蔡長榮採訪報導